2024總統大選 那國民黨到底要派誰出戰呢 現在似乎有因回軍2024的 就是鴻海的創辦人郭台銘了 許不,郭台銘如果想要回到國民黨參選 可能要先過三關兩路 是哪三關兩路呢 資深媒體人黃偉安就說了 這三關的第一關就是回黨 因為依照國民黨規的規定 你退黨必須要四年之後才可以回到國民黨 那還記得嗎 2019年當時9月12號 郭台銘申請退黨 所以算一算最快回黨的時間 至少是在二零二三年的九月十三號 可是到時候國民黨的人選都已經決定了 哪裡還輪得到郭台銘呢 那麼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提名了 你得入黨滿四個月之後 你才可以被提名 那麼依照這個時間算的話 最快可以代表的時間也要到二零二四年的一月十三 到時候都已經要接近投票日了 那還來得及嗎 所以第三個關卡就是他的太太反對 之前郭台銘也在高鐵站講到了 還要經過太太的同意 上一次他太太不是還氣到離家出走嗎 那麼現在這一關要怎麼過 恐怕是考驗國台銘 但他其實有兩條路可以走 華為漢說了 他說第一個路就是破格改制 也就是國民黨直接給郭董榮譽黨政 然後所有的規定一律無視 第二條路就是非律共推 集結所有非律聯盟 創出一個團結機制 而且需要靠朱立倫來排除萬難 結果有人傳出朱立倫也想選 這一局到底能不能成 還得看後續情勢怎麼發展